原标题,华为员工竟然拿一百万年终奖,这六甲公司年终奖最多。 2017年即将进入尾声,又到了和别人家的孩子比拼的时候了。 虽然谈钱伤感情,但是本着人间要拆的原则,小编还是很想问,今年你能领多少年终奖呢? 看到这个回答,我真的不忍心说下面这个事。 华为员工公开招亲,我未婚,求女友12月18日,在华为论坛新生社区中,有荣耀员工发帖爆料,荣耀团队四季主就发奖金,而且可能13级值别的普通员工就可以拿23级的奖金。 23级能拿多少钱?按照华为内部的薪酬体系估算有一百万,瞬间没数清几个零。 本着得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我觉得是谣传。 然而,证据属实。 近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签发的内部文件显示,为了激发员工斗志,提升荣耀品牌手机的销售规模, 特批准荣耀品牌手机单台提成奖金方案,此次个人奖金发放不按照值级。 只要做出突出贡献,13级员工也可以拿到23级员工的奖金。 该方案从今年第四季度执行。 荣耀方面向记者透露,按照单台提成的算法,13级员工、普通员工在某些国家或者区域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百万级年终奖的。 有一种奖金叫别家公司的奖金微信年会,iPhone6S气承土豪墙去年腾讯公司微信事业群总裁张小龙在年会上登台发表了演讲,主题是五近六,寓意腾讯走过五年。 不过最抢眼的还是其年会的阳光普照奖每人一部iPhone6鸟,一排排iPhone6鸟直接堆成墙,听说连厕所门都被堵了。 所谓阳光普照奖也就是安慰奖,奖励给那些没有抽中任何等级奖项的人的纪念品,都是小玩意什么的。 我想说,这样的小玩意性能给我来一打吗? 京东最接地气,直接发百万线金流强东2016年和奶茶妹结了婚,人逢喜事精神爽,东哥自然是诸首阔绰。 不仅包下能容纳万人的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更是在现场大派百万千金,甚至还请来延时报表的王力宏充当快递小哥。 京东年会累计发出了以下奖品,50个2瓦现金,100个1瓦现金,416台iPhone6鸟,200个iPad mini4,50个1瓦京东1卡,1000个200京东1卡,500个500京东1卡,300个1000京东1卡等。 阿里巴巴,多发N个月的工资没问题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如今阿里还是个有钱的青年,有钱还任性撒钱。 据了解,去年阿里的年终福利由年终红包、年终大奖金、加薪、股权奖励等部分组成,一般年底都会有双薪,而阿里总监级的年终奖从15万-20万起。 阿里方面相关人士曾透露说,一个月薪2万的阿里员工,助手15万的年终奖,加上3000股股票。 这样算下来,助手N个月工资没问题。 业内仍是透露,由于阿里成功登陆纽交所上市以及在双11的大丰收,阿里的年终股权激利会非常诱人。 阿里之前上市后曾拿出30.10亿元激利员工。 送宝马车的也不算啥了,因为还有送房子的。 2013年,广州艺游戏公司给核心研发团队有业绩的5名优秀员工送宝马,每人一台,最贵的宝马武器顶配70万到80万元。 但是比这更吊炸天的年终奖是,人 手 一 套 房 死 今年年初深圳库开公司,在优秀员工颁奖典礼上,拿出了10套深圳住房奖励给优秀员工。 房子来源是库开及席母公司,在深圳保安区的规划房。 保安的房价吗?我不说大家也懂的。 面对大城市令人叫苦不迭的高房价,有了房那媳妇还用筹吗? 这年终奖一拿真的是走向人生巅峰了。 想想年初,自己只能默默在群里和大家抢5毛钱的微信红包。 噩,突然觉得自己对年终奖的认知派glow了。 你确定拿全了奖金吗? 还是无意识地修成了佛姓天天只顾化原眉生,默默为老板节省了一笔资金。 图片来自我。